诗篇第43篇跟前一篇第42篇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可能也是出于同一个诗人的手 在这篇当中我们也要问一个类似的问题 就是在忧伤痛苦中 神好像丢弃你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第一节 神啊求你生我的冤 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 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 一开始诗人的诉求就是求神为他来伸冤 为什么要伸冤呢 就是为了不虔诚的国来欺压他们 那这个不虔诚的国显然是一个敌国 是一个外邦的国家 第二节 因为你是自我力量的神 为何丢弃我呢 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 时常哀痛呢 所以呢 在仇敌的欺压之下 诗人非常的哀痛 而且到一个程度 他感觉到神已经丢弃了他 有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有同感 当长期的受到一些痛苦 我们觉得失去耐性了 觉得好像神已经丢弃我们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能够像诗人一样来向神祷告 第三节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好引导我 带我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我的神 我要谈情称赞你 这真的是多么美好的诗句 也是我在祷告中常常用的诗句 当我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在祷告的祭坛的时候呢 我就会用这样子的经文来祷告 因为不是我自己 要靠着自己的力量 或者是自己的方式 来到神的面前 乃是渴望神来引导我 就是他发出他的亮光 也用他的真理 就是他圣经所启示的真理 来引导我 让我能够到神的圣山 到他的居所 也就是到他的同在里 当神来引导我的时候 我就能够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是我们最喜乐的神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能够到他的面前 我们的心就会有满足的喜乐 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渴望 最大的祝福 尤其让我们跟神有更深的交流的时候呢 我们因着他的圣灵 他的同在 他爱的触摸 他的祝福 我们的心就是最喜乐的 在诗人在这时候呢 他也讲说 我要来弹琴称赞你 因着心中的喜乐 我们就用音乐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心中的喜乐 来抒发 来发挥我们心中的喜乐 接下来第五节讲到说 我的心哪里为何又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这跟前面一章 42篇呢 是一样的结尾 所以 这可能是诗人 他在类似的情况之下 受到敌人的欺压 所以 心中非常的忧闷 烦躁 甚至哀伤痛苦 所以呢 他就 写了这样的诗篇 做了这样子的祷告 所以 你心里忧闷吗 烦躁吗 应当要来仰望神 因为我们的出路 不是在我们的前面后面 我们的出路 乃是在我们的上面 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 神就一定会为我们开路 那即便神好像没有立刻回应我们的祷告 但是神是不会丢弃我们的 我们要继续的用信心来仰望他 等候他 他必在最美好的时间里面来搭救我们 在今天43篇里面 有哪一个经文是特别有共鸣的呢 你也可以把他反复的背诵下来 一天来默想他 也用他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能够亲近你 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是最大的祝福 所以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你的真理 用你的亮光来引导我 因为若不是你的亮光 我们就是在黑暗当中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感谢你 你必引导我们常常来亲近你 因为你渴望与我们有爱的相交 主啊 你引导我们 我们就走到你的祭坛 我们就能够以你为乐 我们要来称颂你 主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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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